那在具体的谈这四个领域 四个新的问题之前 也许我们先从法学是什么开始谈 从来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相当于中文的法学在西文 其实有很多的表达 在德国他们可能比较会说是法律科学 在英美文学里 英美的法学里从来不会出现 Legal Science这样的一种表述 其实已经隐隐约约告诉我们 其实法学家在不同的法文化里头 他们所做的努力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共同的功能是一样的 所谓的法学它的存在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这个法文化里头 他首先大概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理论化我们在法治的体制之下 怎么去找到法律 怎么去适当地用法律 所以适当就是可预见性很高 很稳定 然后又很公平 很妥善的 这样的一些努力 就是找法 用法 那法学通常也会从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活动 延伸出去去研究周边的 或者后社的一些东西 比方法律哲学 法史学 这些大概总称我们叫做法学 那要谈这个 主要我想衬托出来 在大陆法系国家 所谓的法学 它的核心领域 就是法教育学 这正好就是 所谓的大陆法系 在这个西文的表达 有时候称之为 这个Civil Law Tradition 一个这个 以制定法为核心的这种思维 跟英美发展出来的普通法的思维 非常的不一样 法教育学 基本上就是以制定法为中心 不去问制定法本身的内容的好坏 就把它做一个系统的研究 那这种方式 这种努力 在普通法的文化里头 是不只是看不到 而且是排斥的 所以我们必须花点时间来谈 法学的概念 也就是在这里 我们在全球化今天 在世界每个角落 面对问题大同小异 最后解决答案 大同小异 可是现在过程里头 这些理论家 这些整理 法学 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都在读法律 都在读案例 可是读的方法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 我们先要谈 法教育学 如果这个不谈清楚 后面我谈的那四个 法学的领域 都是围绕在 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的法学 仍然是以 法教育学为核心 为什么 法教育学 在普通法的文化里头 是排斥的 我常常在 用这个图 来表达 它的基本的差异 那我要强调的 它的问题 不在法院本身 就是说 在A的法文化里头 它重视制定法 忽略案例 在B的法文化里头 重视案例 不重视制定法 我们看到事实不是这样 在普通法的 这个法体系里头 法文化底下 跟这个大陆法 他们都有很好的立法的素质 也都有非常精彩的案例 在法学院里头 两者都同样的被重视 所以也有人说 这种二分 其实已经是一个历史 现在已经不是了 那 这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 但是我一直用这个简图 简表来说明 真正的问题 在于法院的结构 也就是在欧陆法系 他们形成的一种思考 它是以法 制定法为中心 而且最关键的 就是它要回到制定法 最后解决一个 找法的问题 用法的问题 还是以某一个法律的 某一个法条 为这个问题解决的核心 也就是它的解决的基础 那么案例呢 只是这个整个思考 这种法的解释 诠释的一个辅助的材料 相反的 在英美的法文化里头 它可能从案例出发 可能从制定法出发 尤其在一个新的法律 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案例 一定是从制定法出发 可是一旦它开始有案例以后 它就以案例作为它解决问题的 一个法律的基础 那这个制定法 对于普通法的思考来讲 只是一个材料 这就是所谓法源结构 最大的不同 如果能够掌握这一点 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在欧陆法系 它的法学 主要的内容 就是法教育学 也就是我们说 针对制定法内容 它如何去适用 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研究 那这个就是法教育 它没有任何的拘束力 对于法官 你再大通说 独立的法官可以不用 可是法官大部分情况之下 他事实上是受那整套的 法教育学影响 来决定他的思考 决定他怎么去用法 那相反的 在英美法系里头 他们的 对于这些同样的法院 他们的整理的次序是不一样的 他当他有了案例以后 最后对他来讲 那个法律是什么 是那个案例的主要的理由 所谓的Racial Disunding 他最后引用的是那个案例 他甚至提都不提那个法条 这两个差异是 我们必须在后面谈法学 如何改善这个必要的前提 我们讲的 今天讲的法学的想象 是从大陆法系的法文化出发 那在这样的思维之下 我们讲法教育学 我们也可以很粗略的说 大概在大陆法系国家 这个大部分的法学活动 大概90%以上 都集中在法教育学 也就是学者 法官 检察官 检察官 律师 这个文官 他们的思考 其实都在一种 怎么样把一个法律建构成一个系统 然后在那里正确地找到 每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所以我们讲的 法学面对的问题 它的不足 我们只在这个前提之下 在英美法系里头 法学的问题不在这里 这是关于它的基本的定义 那这个 很多人也会讲说 社会改变得那么大 也许很多的问题 就出在思考的僵硬性 我们还过多的停留在19世纪 或者20世纪的那种 僵硬的教义里头 现在也许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像 在20世纪证明它有更强的 解决问题能力的 特别是美国的法律 美国法文化在那里找去养料 来去改善我们的这个 法律体系 我们的法律社 这想法是对的 但是可能 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讲的这个 法源的结构 其实只是反映了 一个法文化的 最技术上的一个问题 我这么讲 我们从法律的 比较法的 研究里头 以这个比方阅读率最高的 Zweiger-Kutz 德国两位作者写的 他在做法文化的区分 法系区分 主要就是在所谓的 法律思维 作为他最主要的那个参数 那法律思维最主要参数 就是刚刚我所描述的 普通法 大陆法 以制定法为核心的 法源结构 或者安理法为中心的 法源结构 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完整 整个法律体系 法文化差异的话 它其实有更多的因素在那里 那我常常用现在 呈现的这样的一个 一共有16个 参数的这个 来显示 这个两大法系之间的差异 其实最往前 在他的这个法律思维 背后的更 理念层次的东西 你可以再问 法律是为什么 法治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找到指导理念的差异 国家图像的差异 等等 往后推 可以一直推到 我们最底下讲 司法行政的差异 裁判风格的差异 我现在整理的这个 大概可以显示 法源结构的差异 也只是 这两大法文化差异的一部分 很多的环节 相互的影响 可能在这个相互的学习上 你可以非常 在了解了这个差异之后 你可以 以一种这个 接知的方式 而不是 整个的 移植 移植相当的困难 你可以以 接知的方式 做某些程度的修改 而让你的 这个法律体系 变得更好 往前走 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它跟其他环节之间的 关联性 那非常 这个 横财入照的 就去把一些东西 做一个 取法胡上的这种改革 结果 可能会 有更大的问题 我们讲 转轨的困难 那这个 这个表 我们没有时间多谈 但是我希望 说明 可以看到 两大法系 始终存在的一些东西 这些环节 彼此是相关的 那我要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当 欧陆法系国家 也不只是 欧洲大陆的 多数的国家 还延伸到 其他地方 像亚洲 这块大陆 包括东亚 日本 韩国 到中国 后面 形成了一个新的 法治的体系 它都不是偶然的 它最后 在很多这些东西的表现上 大体上 区域一致 因为它 彼此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 它的改变 技术上 理论上 不是不可能 但是 成本太大 所以 答案是 不可能 这整个的 做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改变 我们放弃了 以法教义为 核心的法学 我们去做更多的 个案的研究 以及取向的一些思维 来让我们的 法力体系 运作得更好 这个想法 在我看来是 有它的困难 因此 我们就回到 原来的想法 我们法学 始终 是以这样的一个 法源结构 这个 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将面对 我们必须面对 它已经出现的 哪些个问题 那至于说 中国在两岸 台湾跟大陆 先后面对 不同的环境 有不同的一些 一些这个 社会制度的建立 但是当走到 以法治国 在台湾 我们叫法治国 基本上的时候 在我看 也不是偶然的 它和 中华法系 中国传统的法治 很多的 这个历史人文的条件 还是结合的 大陆法系的这个基因 在我们这里 也使得它的转换 非常的困难 我就拉扎先 谈到这里 那接下来 我就说一下 我自己在这个 身在其中的工作 的一些经验 法学面对 什么问题 一个是 比较老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的法律 跟传统中华的法律 这个是有很大的断层 从法律的内涵 它的实体的程序的规定 相关配套的一些制度 司法制度 立法的制度 这个法律的方法 基本上 这个 它都是遗址 从欧陆遗址过来的 有一个多世纪之久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有一些 这个 发展较前的 这些法治国 欧陆法治国家 所没有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 一百年要去消化人家 几百年形成的 一些制度 一些法律的方法 我们在很多地方的一些困难 这就是所谓 法治寄受的问题 有些称之为拿来主义 包括法学 这里头 因为法律的技术 急迫的 要解决一些现实的 司法行政 社会的一些问题 那法教育学 作为一个主要的支撑 理论上的支撑 它发展的比较慢 因此法教育学 法学的研究 常常就是现成的 把我们作为一个典范的 某些国家的一些法学 整个移植过来 这个本身当然不是合理的 不是很健康的 因为法教育学 它的这个前提 就是在特定主权国家里头 那个法律的系统的研究 去解决那个国家的问题 你直接把其他国家的 法教育学移植过来 那是不通的 它必然会有很多问题 它也使得法学研究者 欠缺建立自己的问题意识 去发现问题 去解释你的法律 所以当你把这些法律 大部分的内容 移植过来的时候 可能有一段时间 你不得不去借进 他国的法教育学 但是长远看来 它必须建立 我称之为第一手的法教育学 那这个是要一点时间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所有法移植国家 都面对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是法学相对于其他的 社会科学 特别是 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是 它的整个的思考 是如刚刚讲的 法教育学为核心 那法教育学又是面对的 是规范的一个整理 所以它是从规范到规范 它所谓的系统 所谓的科学 基本上是在一些 阴然的规范规则里头 在那里头去做一些工作 这样的工作 基本上对研究者 减少了很大的一部分 在这个社会科学 更不要说自然科学 它所存在的一些研究的动力 就是发现 发明这样的一个动机 去在研究事实 以事实为对象 做研究的这些 这些科学领域 它们会不断地 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动力 可是在法学里头 特别是大陆法系的 法教育学 它基本上就是法 规范的一种整理 一个某一制定法 然后制定法和制定法的关系 把它展开 慢慢变成一个法领域 然后最后追求 变成一个法典 内在的体系 外在的体系 基本上是从规范到规范 那么在这个从科学的 整个的发展来看 在特别是现在的 学术的管理里头 会和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摆到一块的时候 法学的科学性 法学本身的创新性 常常受到质疑 这个在我参与 特别是也有机会 参与到一些 学术管理的工作 过去我在台湾 我们在现在所谓科技部里头 担任法律学文的召集人 我和其他的召集人 我们一起开会 来评价一些 这个法律的 这个成就的时候 法学研究成就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它会受到比较大的 不公平的待遇 是因为它是从不同的 基础出发 一个是在事实 研究事实为对象的 这些科学 可以规范为研究对象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更像是 伦理学或者神学 在研究一些 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 它的整个的研究的 含金量 就不会受到 很高的评价 在台湾我常常讲 我们的比方说 中央研究院 也有法律所 到目前为止 它的院士 什么这些 代表这种成就的 这些评价 到今天还没有把 这光环给过任何的 法律人 再多的努力 好像到这里 我们看到 一个 法学的一个困境 它的努力 在圈内 他们有一定的评价 离开了这里 它就不像 商学 政治学 经济学 心理学 这些领域一样 那对于法律人来讲 在这样的一个 法学的环境里头 我的观察是 它有它的好处 跟缺点 我们大概可以用 这样来描述 高度的充实的感觉 对于法学投入的 新生新鲜人来讲 他觉得他的学习 是非常饱满的 法学的内容 非常固定 目标很清楚 它的贡献 好像也很清楚 当你把这个 法学整理得越好 越有体系 越可预见的话 你直接可以影响到 一个司法的运作 行政的运作 社会商业的运作 你会有很高的成就感 我把这对充实的感觉 这个在 我们法学院里头 或者在整个大学的环境里头 我自己常常有一个观察 比方 同学们学习的那种动机 或者他学习的那种 那种投入 法学院是在前面的 在我工作的环境里头 我们的图书馆 那个越南市里头 在那里读书的同学 常常有三分之一到一半 是法学院的学生 晚上在点蜡烛 在这个调灯夜站 很多是法学院的学生 因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他们的职业选择 他们学习的材料 让他们有高度的充实感 但是再往下走 一个法律人后面的发展 他出现了倦怠感 在每一个领域 每一种科学 大概可能某种程度都有 可是法律人的倦怠感 是比较强的 也到了后来他会发现 他到底可以在这个学习中间 找到多少乐趣 你会说问题其实成出不穷 你可以在很多的 在期刊上 在现在网络的讨论上 好像永远有讨论不完的问题 照说应该是乐趣无穷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很多的假说 以说禀说是没有答案的 在这种规范的整理的时候 面对社会不断的改变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很容易就进入某种的循环论证 你不太能够从中间掌握到 像在以事实为对象的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一样 得到普遍的印证 得到那种发现真理 可以从澡盆跳出来 这个阿基米的那种乐趣 你其实就是在相互辩论 也许你运气好 你的以说变成了多数说 甚至变成了通说 打败了假说 但是到底这里头什么是真理 第三个层次就是失落感 一个法学工作者像我 四十年应该是很久 其实我很早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所为何来 有时候是午夜梦回的时候 在想这样的工作意义 到底在哪里 我可以用 大家也常常引用的 在十九世纪 德国有一个检察官 他在一个演讲里头 他非常严厉地批判了 所谓的概念法学 就是说法学家 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人 在做的一件事情 在穷就一个法概念的内涵 一个法规则 应该怎么去把它 合理地去找出 他的解释的方法 这一类的批评很多 但是像Kirch von Kirchmann 他的那个讲话 是最最这个 一针见血的 他说立法者改三个字 整个法学图书馆 就可以烧掉了 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夸大 意思就是说 这里不是一个 真理发现的过程 整个在下游的法学工作 其实就细乎于 那个立法的法律 法律的品质不好 在那里假说 以说的辩论 很辛苦 这是一种失落感 最终我对于人类 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在哪里 就是很现实地 解决了当前的一些问题 可是我们并没有 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宇宙 找到一些什么 颠簸不破的真理 这个是这种法教义学 为核心的法学 在除了我刚刚讲 我们特殊的问题 法移植的环境以外 我们面对的特殊的困难 这个 这个是法学大概 在我看 就是当前最明显的一些问题 那 法律教育的问题 法律教育的问题 一样 它有它非常正面的一面 我们担任教育者的工作 我们也是抱着很大的一种期待 希望教育出一些 可以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些法律人 那在我过去四十年 在台湾的工作里头 我也看到 法学这个职业 法律这个职业 不是法学 法学院不是只培养法学家 培养法官 检察官 这个企业的法务人员 这个律师等等 或者就是一个 懂法律的公民 那 到底它的目标 设在哪里 我们经过的 非常好的一面 黄金时期 在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 从国家 升学考试开始 到职业的考试 法律人受到的待遇 早期 它是在中间的 差不多在台湾的经济 快速起飞的时候 这个 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 在各方面 有一些新的进展 比方 开始去思考 怎么建立一个 更好的分权制度 人权保障的制度 我们追求民主 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法律人的行情 是一直升高的 节节升高的 这个 有一段时间 它是排在最前面的 当然我们不跟这个 这个 这个 医学院 农学院 这些 理工学院 去 没办法去 做 做类比 但是在 跟社会科学 这个比较是很清楚的 法律人 从中排 走到前排 在这个 我自己 读书的时候 法律还是在 中前排 等到我开始 教书的时候 我们收到的是 对这个 社会问题 有兴趣的 年轻人里头 最优秀的一批人 他们会选择法律 你可以看到 这个评价 和这个肯定 说明他工作的意义 他对社会贡献 是很高的 在台湾 你为什么会这样 也不难理解 在大陆 我相信现在 也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当 依法治国 已经写到宪法里头 整个法律制度 都已经到位了 那民法的法典 要出来了 这个法学院 大量的 这个生产 许多的法律人 去进入 律师的岗位 法官 检察官 在这样的一个 国家的发展里头 法律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几乎是无所不在 不再是单纯的 一种行政的命令 而是通过法律语言 来实现的一种管理 那包括国家和人民 人民和人民 都是用法律的规则 越来越多的法律规则 去运作 因此 法学院培养足一批 擅长法律语言的人 他走到哪里 他都可以做出 很多的贡献 在台湾 或者我们再更往前推 在欧美国家 你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 法律人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所占领的位置 其实都 当然美国家有一定的差异 都随着这样的一个发展 法治的发展 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么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